请看数的运算规则10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那这个呢还是讲分配率 我们画个图呢 跟大家说明一下 假设呢 棒棒糖呢 每支7元 然后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要买5支棒棒糖 那后来呢 我又想到 我又想到说 还要分给其他的人 所以呢 我又多买了3支 多买3支 那买了这些棒棒糖 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5支跟3支呢 先把这个棒棒糖呢 合起来算 合起来 一共买了几支棒棒糖呢 就是5加3 这么多支 每一支棒棒糖是7元 就乘以7 合起来先算5加3 5加3等于8 8乘以7就是56 买这些棒棒糖呢 要花56元 这是合起来算 当然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呢 把这两次呢 我们把它分开算 分开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买5支 就是5乘以7 第二次买3支 3乘以7 那这个呢 就是分开算 合起来算 跟分开算 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花这么多钱 所以呢 合起来算 跟分开算 这个花的钱呢 应该是一样的 好 请看一下 5乘以7呢 这等于35 3乘以7 21 35加21 还是等于56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合起来算 跟分开来算 答案是一样的 答案是一样的 那这个呢 像这个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在数学里面呢 就叫做分配率 分配率 有些同学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叫分配 你可以把它想象 这个好像呢 这个7呢 这个乘以7呢 就可以分配到括号里面来 所以分配到第一个 所以变成5乘以7 那中间是加 你就写加 再分配到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做3乘以7 那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叫做分配率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跟大家说明一下 假设呢 我们今天要算4加2乘以7 我们可以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这个先算4加2 然后一起乘以7 我们也可以怎么算 我们也可以把7呢 把它分配进来 先算4乘以7 然后再加上 这个2乘以7 两个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 这样的规律 我们在数学上 就叫做分配率 好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